1米72去乡金市场都会被丈母娘嫌弃的身高 如今却打进NBA了 这是今年发生在NBA的故事 一位黄皮肤的亚洲人 种族属性本来在联盟中就不占据任何优势 其次他的身高只有1米72 甚至比小托马斯还矮3厘米 但是今年他就收获了来自会熊队的Exhibit10的合同 如果在夏地联赛发挥出色 他甚至有望收获一份NBA正式合同 创造进入NBA最矮的亚洲球员记录 他的名字就是何村永辉 这位01年出生的小将 今年只有23岁 但是想必对于中国球员来说 他的名字并不让人感到陌生 在去年南南世界杯上 何村永辉在对阵芬兰的比赛中大发神威 全场16投10中 狂砍25分 9助攻 0失误的完美表现 率队击败由NBA球星马尔卡宁率领了芬兰队 这场比赛也让世界彻底记住了他的名字 随后回归联赛的他 宛如打通任督二脉 在23-24赛季日本B联赛 他场均砍下20.9分 8.1助攻的数据 荣英B联赛的常规赛MVP 因此凭借出色的表现 他也破格收获了辉熊队 送上的XCB10的合同 来到美国参加夏季联赛 不得不说 1米72的身高 在中国夏季市场都会被丈母娘嫌弃 而何村却用这个身躯打进了NBA 真的是不可思议 6GB10的 rejection 不得地 我更加热红标 想要相当的 我们下钱 ESO 考穿下图林的